施先生打開蓮蓬頭 心裡有些怕怕的 因為每次好好的洗澡就遭電急 就怕孩子洗澡也被電 只能用絕緣塑料容器沉水 而這樣的日子將近一個禮拜 附近的居民都被電怕了 洗澡被電 洗東西被電 就連走在路上也可能被電 居民被電到受不了 找上水電工拿儀器到處找 沒想到源頭來自附近路燈桿 電壓達106.8伏特 原來漏電的就是這一根 事工所所設立的路燈 位於屏東市歸仁路四項 水電工表示 是好險最近屏東市雨勢不大 否則很危險 看看這一根路燈 緊鄰民宅只有幾步的距離 通報的施先生和家人就住在這裡 每當夜一暗 燈一亮 附近的住戶就被電 台電人員趕緊把路燈電源拔掉 再用儀器測量 確認已經沒有電流通過 但到底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陸燈成了定時電人開關 台電初步判定是漏電斷路器故障 而事工所表示也會盡快開挖查明漏電原因 避免釀成更大意外 華視新聞屏東報導 哈囉 我是燕鳴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 字幕提供 字幕編 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